我104年開始我就徵收這些土地 到107年 三年我才整個起來 那這是當中總共四年 四檔的你知道嗎 這個地如果徵收完 他的腳如果讓你就要完地水了 我都還沒生產 就將近一千萬 四檔 第二 那我地整合完了 我是不是要經過建築師開始畫設計 是啦 過我廠房 我創辦 106年建築到108年 你幾月幾月有第一期第二期 因為有的土地沒有辦法處理 有的還在那邊跟你一些糾紛 就是一定要賣多少 所以這個種種的一個困難 我都解決掉 那廠房起三檔完成 你知道這角落也是要玩什麼 玩房屋稅嘛 對 就是秋房 我只放屋稅一檔 大概玩多少 三檔 到目前要玩兩千萬 都還沒生產 所以你的萬國通路虧損都出在這裡 對 到後面再來 第一期 第二期 萬國通路要成為一家 真正是台灣 華連很焦的一個觀光工廠 對 那這個當年我到美國那個 亞特蘭大 我有看過 可口可樂他們怎麼做 到德國去看到 人家觀光工廠怎麼做 我要把整個想法都拿回來 讓國連周修二入 你要往哪邊去 我歡迎到萬國通來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第二期 我看將近在今年的年底要完工 你看 只要起三檔消防 花工稅就要兩千萬 我第二期要再兩倍 對 來 最後第三點 秋房起好了 要沒生產 將近三萬五千平 十公頃嘛 你土地廠房一定要貸款嘛 你這個年代 一般貸款 公司哪個1.5 你一個年代要拿到1.9 你要看 都不會生產的 我公司所有的這個 人家的所有的股價 將近四十億 我說不用用那麼多 我一個打折打個五折二十億 我貸款一個十九億 你利息呢 我認為這個優惠 我們沒有敢收到優惠 這個是叫政策 你拿到1.9 19.5 我會一九億 那利息呢 將於1.9 對 你看一年利息到多少 兩星五百二十幾萬 這三個加一加 你看 工商都已經就在籌備當中 在訓練整個祭司的團隊 還沒生產 我回來當中 我在英國五千萬 先撇 那你中小系的怎麼回來 當然 我們該完全是一個主動化 生產 當然我們一定要量 現在萬口通入 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供應鏈 我的品牌五十八加上ODM 所以在那種種 只有在那個準備的期間 所以全製作業機 我就只有五千萬 所以你如果口袋深度不深 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就想說這個配套 如果政府如果應該要享有有利 要怎麼來支持這個 很簡單 你甚至可以這個利率 房屋稅 地稅 你可以減免 或是什麼連線的優惠 或是什麼三免 三減 三減半 這個都可以做 如果不回來 排不回來 回來這個是政府賺到的 今天我們台商在海外的打拚 第二次遇到這個問題 訂單滿載或是沒有辦法競爭 或是有一些計势上的特色 需要回來 難道我們就拖地來行善 有可能跟基因嘛 我沒有要用Copy嘛 對喔 那這種情形 應該我們的政策 不但要快 而且要簡單 所以還意義上什麼 我剛才講的是國內的問題 稅 那等到營業後 生產正常還有一個營業稅 對 四樣都是稅 對 好 那我國外呢 我現在所遇到的 因為東南亞國家 大家知道嗎 關稅 他們有東學西的免稅優惠 我們要關稅 我們要關稅 對 我們出口 像我現在出口到印尼要20% 我出口到泰國要20% 我出口到越南要25% 我到惠里邊要25% 那今天可能我再到入出口 到對方 關稅是零關稅 那又卡到一個問題 這次中美貿易戰 當然台灣許多訂單都賺回來 但我們到美國 美國關稅是20% 對 那你知道所有東學國家 他到美國是有GSP 對 他有優惠 所以他們跟歐美國家 已經有那個關稅優惠的一個 多邊協定 所以談到這裡就是說 你台商要回來 你的條件 你要好好去思考 不是不能回來 對 你在業界有沒有辦法 立足在全球跟他們挑戰 這才是重要